好,各位球友大家好 那今天为大家继续带来一盘 1987年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比赛 由黑方聂未平对阵白方九金猛 我们来欣赏一下 开局呢,那些老师新小木 白棋向小木 这个棋白棋就比较的保守一点 单关挂,脱退 再挂,白棋又走了一个脱退 那这个局面其实黑棋并没有什么不满意 虽然说白棋开局捞了两个角 但是黑棋两边同行,能往中央一拆 这个配置是完全不错的 好,下一手白棋继续小肥挂 聂老师二肩高加 那这个局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肥压会比较多一些 那那个连带呢,小肩多一点 包括这个实战的跳也比较多 如果走这个小肩呢 黑棋大致有两种走法 给其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定式 第一个是黑棋尖顶 白棋二路搬,搬完之后打吃 沾上,长一个,黑棋再一跳 这个时候由于白棋脚上已经比较的厚 马上就可以进行一个反夹 这个是白棋一个不错的走法 如果说尖的时候呢,黑棋飞 那这个就更简单了 白棋飞脚,黑棋往这一飞 白棋可以现在继续反夹 只要白棋安定,马上反夹 好,我们来看看实战 实战走的是这手跳 跳的话,聂老师走的拆儿 其实你飞也可以 白棋不管你是飞也好,这个拆儿也好 都是拖脚,拖完之后立下 黑棋冲,白棋沾,黑棋在一小间 直接把白棋的这个根啊,给它去掉 那唯一的不同呢,就是现在这个跳在四路 白棋以后可能出完头之后啊 抢一个先手就可以逼过来 这个黑棋的底盘是不稳的 实战烈老选择拆儿,一样的道理 白棋拖完之后长 你再长它一沾 你从这儿尖一下 这个白棋以后再从这儿逼过来 就没有刚刚这个四路这么严厉了 好,那实战白棋选择是反夹 这个棋呢,烈老也是非常的厚实了 就往前一跳 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先牢后棋的棋风来看 大飞肯定很多棋友都有这种棋感啊 但为什么实战没有这么选呢 肯定也是有所顾忌 因为首先白棋的这个阵是个先手 阵完之后这个飞是个先手 你上方靠,首先这颗子还没有完全死透 然后呢,白棋可以回过头来 逼在这儿 这个棋虽然说黑棋不像四路那么害怕 但是你多多少少还是要去补一手 如果你不补 比如说你去吃上面 这个地方白棋有个二路的点 点完之后这一尖再一虎 那黑棋脚上完全没有根据地 这个是黑棋所担心的地方啊 所以说烈老的这一步跳呢 也是兼顾下方 并且白棋脚上五颗子还需要出头 再一跳啊 烈老继续往前跳 这两步交换肯定 黑棋从实地上来讲是便宜的 那有的棋友可能会问啊 这个黑棋跳完之后有没有二路的点呢 其实这个手段还是存在的啊 但是不严厉了 因为你现在尖的话呢 自身也有问题 尖的话黑棋搬 你断 黑棋吃 反打黑棋提 再打黑棋再连 等你再连的时候 那这个 或者说你先刺啊 就算你这下能刺到 再连 黑棋直接给你来一个冲断 白棋两边都有问题 是吧 你现在是拐不到这个 拐的话 黑棋直接断完之后再沾 白棋肯定要死一块 那 这个手段现在暂时不成立 白棋实战 走的是上方的大飞 兼挂脚 这步棋也是相当之大 烈老也是非常结实的 就这么肩顶完之后再一跳 这个跳 主要是瞄着白棋的这个立二拆二 还没有完全安定 如果说白棋已经安定的话 这个棋肯定走在小飞的位置 对于脚上的这个把控啊 更加的牢固 好 实战是跳在这 那白棋呢 走的是这手碰 这个棋确实不太容易能想到 那我们第一杆肯定还是捞空啊 这手棋相当之大 这个飞 首先你的这个拆二安定了 而且黑棋下面的根被白棋给收掉 你冲他就顶 对吧 但是白棋也有所顾虑 因为下方毕竟还没有活嘛 你这样捞一票 黑棋把这儿一尖 把这个毛病先手一捕 再往这儿一驱震 白棋跳出去 黑棋顺势一飞 这样的话白棋会被攻得比较惨 黑棋的姑琪呢顺势就处理好 所以说实战也并没有去走这个小飞 那酒精猛呢选择这步碰 这手碰确实有这个阴谋在里面 那我们如果按照第一杆啊 这个地方不太想跟白棋这样较劲 如果你尝一个呢 你想避站 但是白棋不答应 这个地方再点就成立了 点完之后可以先往这刺一下 尖 断 你打吃他从这儿反打 你提掉他再一打 是吧 你这个节肯定万万不能开的 这个开节 出其无节 黑棋太重 所以说只能沾 沾完之后白棋再沾 黑棋这个地方冲断没用啊 因为你看 白棋刚刚靠的这个子啊 直接就先手把这儿的断点给补上了 而且白棋根本就不用从这儿打吃出去 这样会伤到底下 比如说黑棋这样一走一闷 白棋就闷进去 白棋可以怎么样呢 他直接拐脚 就利用脚上的这块白棋 跟你这块黑棋对杀 明显感觉这个黑棋的气不够 所以说 这手碰 黑棋要格外的小心 实战 烈老走的是这步尖 也是 恰到时机 这一手尖 先手 把下方的毛病啊 全部给补上 然后我再尝 这个就是一个次序的交换 非常的重要 好 下一手 这个九金萌走的是单退啊 把这个子连回家 但是这手棋呢 我们用AI来看 或者说自己的判断 比较的缓 因为 为什么呢 你看实战烈老走的是这个飞 就把你这个想走的地方给他抢到了 这一飞过去 马上黑棋 活棋 白棋下面的根据力就不够了 而且白棋啊 他下面的这个手段也不成立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点 点的话呢 黑棋先不说可以粘在这 他甚至于可以团 团完之后你一断他一粘 你冲他一连 这个地方白棋明显杀棋气不够 少一气 那白棋无非就是断在这儿嘛 断在这儿黑棋就连就可以了 你爬他就拐 是吧 你这个搬起来 他先手一拐 再往脚上一爬做活 你要是拽着他这四颗子跑呢 其实白棋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 黑棋也不怕 脚上已经活棋 所以说底下的这个段并不是很严厉 好 我们来看实战啊 实战白棋也没有去下 挡住 黑棋贴 还是一个先手 马上要扳二字头 这个头不能被闷进去 所以说得跳出 被黑棋便宜完之后呢 烈老也是非常的细腻啊 往这儿冲完之后再一尖刺 让白棋连成一根棍子 那你看黑棋已经彻底做活了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黑棋不要去单肩 单肩的话呢 就给了白棋脱先的这个余地 比如说白棋往上逼一个 你再冲的时候 白棋就可以退了 是吧 就这个地方他完全可以度过 你再打吃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都属于后手啊 白棋两个子完全可以看清 所以说先冲 让白棋走中 我再接 白棋再连 这个时候烈老也是走了一步跳啊 这手跳价值非常大 直接就把白棋底下的这个冲段给他补上了 什么棋都没有 你再走 刚好二子头糊下来 所以说这个布局走到这儿呢 这个白棋啊 始终有点被 黑棋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而且你的这个棋很薄啊 但是你现在没没工夫再去出头了 你再去出头 一方面对黑棋的影响不大 第二点呢 黑棋很有可能直接在上方搬完之后捞空 啊 这个是白棋所不能接受的 你走了半天 等于说只有开局的两个脚 右边一连串 连十木棋都不到啊 这个白棋就比较吃紧 所以说他实战走的是这个二路的二五清分 漏了一手 那对于这个尖顶的脚还有哪些手段呢 比方说这个B 但这个B呢 黑棋只要一手棋就能把这个脚地全部给拿住 白棋显然也不太满意 好 那再给棋我们讲讲这个点33啊 直接点有没有棋 如果黑棋团呢 当然以后这个地方味道还是有很多 比如说白棋这儿再露一个 是吧 黑棋也围不大 如果说黑棋下立呢 白棋有一手点刺 黑棋沾上 白棋不是走在这儿爬 爬的话呢 这边二字头一扳 以后这儿还有冲断 白棋是肩在这儿 但是黑棋这个脚 让你出不了头 白棋沾 黑棋跳 白棋钉一个 活脚 这个脚活得很舒服 但是呢 考虑到外面这块 白棋还没有活 底下的这个根据地是露着风的 以后黑棋往这儿一跳 局部没有活 况且黑棋往这儿一震头啊 当白棋去补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中央黑压压的一片 全是黑棋的潜力 就这个棋活脚肯定是不划算的 所以说有了实战的这手low low黑棋尖顶啊 这个也是对付这招白棋的一个标配 如果白棋要点脚 那我就让他活 是吧 他不能往外长 往外长一扳 他不能断 断完之后再一爬 白棋局部死骑 他要夹我沾 这样的话 白棋就算活也是连滚带爬 跟刚才的图比起来差远 那白棋实战是往外长 黑棋在一虎 白棋在一飞 那这个图形呢 就是黑棋还是要花一手气 去把这个实战一样搬毡的 如果你不走 比方说你往这儿去拖个仙 白棋马上这儿就有一点 点的话 你要沾他二路搬 是吧 你下力 他直接夹回家 这个黑棋的脚就全部没有了 所以说猎老马上选择 斑毡 好 究竟猛往这儿一跳 这手跳呢 也是为了防止 刚才黑棋的这手大跳 这个是一个模样消长的 一个要点 当然了 你这个空现在还不完全算白棋的 因为黑棋还有打入 但是现在黑棋不会打 现在打的话没有意思 破了这么二十目 自己造出来一块姑棋 白棋首先两块棋一联络 已经活棋的情况下 再往左边一跳 黑棋你现在到底是出头呢 还是说补这儿呢 对吧 这个就两难了 你如果出头 白棋马上往下有各种各样的打入手段 这个黑棋就守不住了 如果你在这儿补呢 白棋回过头来再往这儿一震 这三个子也是略显担保 所以说这个黑棋现在没必要去打入 实在猎老也是非常有想法 这个二路的爬 就目前的局面来讲也是比较难以去想到的 那这手棋一方面是这个大关子 首先是个大关子 第二点呢 让白棋的这个先手一只眼变成了没有眼 现在白棋等于说这根棍子要马上忙活 这个白棋就很累了 所以说这手棋是完全有一手棋的价值的 下面白棋冲断 冲完之后继续贴 当然这几招都很俗啊 他也不想这么软绵绵的飞 是吧 软绵绵的飞呢 以后黑棋往这儿一点 这边还有冲断 这个味道太差 或者直接点到这儿 白棋也很难受 所以说干脆就贴着黑棋走 好 走完之后 猎老非常潇洒的往前一大跳 这手棋 那怎么说 一方面是取得对中央的控制权 第二方面呢 逼着白棋在中央去补活 不管你怎么补 以后啊 黑棋往这儿一震 始终是有先手味道的 因为白棋如果再不走 再拖先 黑棋往这个二路夹 白棋这块棋眼位也不够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这个黑棋已经完全占据了 这个盘面的主动权 白棋现在属于空也不太好 这个还有一块姑棋要处理 所以说猎老这个布局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好 那其友们 我们下节视频继续给大家讲解 这个大龙这一块的 详细变化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